开幕还有286天 我是刘洋 欢迎走近大行程间直播节目看东方 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上海今天多云 偏南风4到5级 最高气温36度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六号台风 莫拉菲的最新动向 广东气象台发布消息 今年第六号台风莫拉菲 已于今天零时50分 在深圳市大鹏半岛南澳镇沿海地区登陆 广东中部和东部海面等地区 已经出现9到11级 阵风12到13级的大风 其中最大风力38.8米每秒 风力13级 珠江三角洲南部和越东沿海市线 已经出现大雨到暴雨 其中台山汶村镇路的最大雨量79毫米 截至今天凌晨2点半 深圳还没有接获任何重大灾情报告 今天凌晨4点钟 莫拉菲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 但是气泉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1级 预计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市线有暴雨到大暴雨 明天雨是逐渐减弱 监测显示 台风莫拉菲自升城后强度就不断加强 17号上午升级为强热带风暴 18号早晨5点又加强为台风 目前台风正在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广东中西部移动 台风云团将横扫广东大部分地区 之后台风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 严重影响广西全区和云南东南部 莫拉菲云团密实度大 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影响我国的最强的热带气旋 广东广西很多地方由于前期降水量大 土壤水分接近饱和 加之水毁工程尚未全部修复 防台形势严峻 第六号台风莫拉菲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并将会带来较强的降雨和风暴潮 防汛防台形势严峻 为此现在我宣布国家防总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据悉台风莫拉菲登陆前后将会给广东福建广西带来强风暴雨 福建省迹象台接连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台风警报 广东省防总也已启动防风二级应急响应 目前广东福建两省已进入防台风状态 福建东山县2300多艘渔船已经陆续回港避风 而重点海滴渔港码头堤坝等地都实行24小时轮班巡查职守 而此前莫拉菲已经掠过台湾南部地区 台湾气象部门已经解除了台风警报 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湾东半部南部出现了强风好雨 正在高雄举行的试运会 不少户外赛程都受到了影响 莫拉菲台风掠过台湾南部 影响到高雄试运会第三天的部分赛程 飞行运动的全部比赛都因为天气无法进行 加上高雄吹起的八级阵风 连比赛场地的大门都被吹倒 而在西子湾登场的沙滩手球开幕战 也延迟了30分钟开始 开赛后又因阵阵强风吹袭 队员传球艰难表现都受到影响 天气绝对会影响了 不过还好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员 在这个场地这边的专业人员都非常的用心 高雄试运的周末户外赛程 多少都受到天气影响 观众看不到比赛 只能在观众席上休息等待 主办方表示无法进行的比赛观众可以要求退票 那么台风莫拉菲登陆后 会对22号也就是下周三的日全时观测产生影响吗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趋势预报 未来10天长江中下游地区 西南地区东部都处在主要的降雨区范围内 具体22号日全时当天 江南北部沿江地区 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 而这次的日全时代正好也要经过长江流域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 日全时当天的天气情况目前还无法精确预报 只有浙江周山的气象局判断 台风莫拉菲不影响浙江省的日全时观测 当然这个消息也很重要 因为全球最佳观测点之一的安吉天荒坪就在浙江 全球十多个国家的天文学家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 为观测做最后的准备 四川 青川 广源等地震灾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 终于在昨天基本停止了 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 尽管一些地区仍有零星阵雨 但是雨量将保证地质造成较大的影响 因暴雨部分中段的保证铁路上行线 也在昨天上午11点24分全线抢通 恢复双向通行 昨天下午4点40分 暴雨之后从成都始发的第一趟 经过宝城县的客车K292和2894正点发出 四川西北地区近期的持续暴雨 导致明江河水猛涨 暴雨还造成沿岸部分地区发生大面积 塌方和泥石流 使得明江江水的浑浊度超出了自来水厂的处理极限 17号西北地区部分自来水厂临时关闭 导致城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较大面积停水 从17号晚5点开始 成都市区不少居民都发现 自家的自来水越来越小 到最后只有地势较低的一二楼用户家中 自来水还能正常使用 不少高楼层的用户 不得不到低楼层用户家中提水吃 他没筒子也毫不挣扎就停水了 所以说下雨有很多那个孩子 啥呀那些把关注了 晚上7点停水情况越发严重 在成都城区的各个方向都出现了停水情况 据了解 由于17号成都市浦江暴雨 岷江上游洪口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塌方 导致自来水厂原水浑浊度超标 从平常几十度的水质浑浊度 陡然上升到了2万多度 17号下午4点半 自来水六厂不得不暂时关闭 而这里肩负着成都中心城区80%的自来水供应 昨天下午 成都市区的各个水站定水的人都特别多 断水的 忙着直接断水的 是吗 今天这个都没有水的 我哪有水的 今天还没有水啊 没有 今天哪有水啊 这是早上接一点点 早上接的 早上几点接的水啊 看着龙头的一直都没有水 这几点过起来有水嘛 9点过我们接水有没有的 就接了一点点 那是黄灵 黄的 昨天上午8点45分 一名中年男子手持凶器 在上海市中心九江路湖北路路口 刺伤一名出租车司机 随后闯入路口的古巷大酒店内 并且威胁他人 所幸民警及时将其控制 记者赶到现场时 酒店大厅内的顾客 正在被疏散撤离 我们只被说 我们不能回来 我们看到一个男人 跑进去酒店 你知道什么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 它不安全 据大众出租车司机 沈祖奎回忆 上午8点多 他在四川北路 近北京路路口 搭载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 不料男子上车后 急用剪刀将他刺伤 并威胁他闯红灯 闯单行道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 出租车司机蔡师傅目睹 他立即上前 试图制止歹徒 我因为在开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歹徒 就用个刀顶住他 我一看部队的 我就报110了 110后来 在之前的 我又叫公交车 把他的车门 把他堵住 把那个公交车干起步 他歹徒就逃到 那个酒店里面去了 民警接报后 迅速赶赴现场 此时这名男子用凶器 挟持酒店内的一名服务员 与民警对质 警察叫他把家伙拿下来 他不肯 他说你们是假警察 然后以后他就冲到 那个服务台里面去 就接受一个女的轮车 服务员坐轮车了 那么当时他怎么做 什么动作呢 卡住那个女的脖子 弄个剪刀顶住他 听不听 我们在外面 一讲到 然后中间把 那个收音机里面 钱全部撒出来了 十块的一百块 全部撒在地上 9点30分左右 经过警方的劝说 这名男子被押上警车 带离现场 据了解 行凶男子为辽宁人 疑似精神病患者 目前其行凶动机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 最具影响力的 新中国体育人物评选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庄泽栋 欢迎大家登陆新浪网 为您喜爱的体育人物投票 庄泽栋 是亚洲典型的直排快攻打法选手 正反手军能起板 速度快而稳 从1961年起 参加过四届试评赛 在1961到1965年 三次缠联男单世界冠军 他还是第26 27 28届 和第31届试评赛 男团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之一 1974年 庄泽栋在日本明湖 参加第31届试评赛时 与美国队员柯恩 在车上偶遇并护送礼物 由此打开了中文友好的大门 推动了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 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万豪酒店 和利斯卡尔顿酒店 17号几乎同时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造成9人死亡60多人受伤 死伤者包括多名外国人 随着调查逐步展开 沉寂已久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成为了被怀疑的重点 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 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 两处爆炸现场均发现一具自杀式袭击者尸体 利斯卡尔顿酒店袭击者尸体面不完好 警方正在进行身份确认 但是万豪酒店的自杀式袭击者 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来自利斯卡尔顿酒店的一段监控录像显示 一名身穿西装 头戴棒球帽的可疑男子 拖着一个小型行李箱走进酒店大堂 大约30秒后爆炸发生 在随后的警方搜索中发现 万豪酒店的1808号房间 很可能就是两起爆炸案的控制中心 现场还遗留下一枚尚未引爆的炸弹 为了尽量扩大伤亡 炸弹内藏有大量铁银钢珠 自杀式袭击 针对外国游客 类似的炸弹制造方法 这一切都把矛头指向了2002年 巴黎岛爆炸案的元凶 恐怖组织伊斯兰团 伊斯兰团于2002年至2005年间 在印尼境内制造了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 但印尼政府加大打击力度 并把这一组织多名成员绳制以法 迫使伊斯兰团进入休眠状态 不过随着部分前伊斯兰团成员近期出狱 这一组织领导层全力争斗加剧 该组织中的强硬派 很可能会策划更多的恐怖袭击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一位国会议员7月15号称 日本在二战后实际控制钓鱼岛 美国也承认日本对该岛的主权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昨天就美国会议员有关钓鱼岛问题言论 发表看法 秦刚说中方对上述报道表示关切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18号在韩国首尔表示 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将采取双轨政策 即愿意同朝鲜在特定情况下举行相关会谈 同时又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针对朝鲜的相关决议 当天坎贝尔在与韩国外交通商部官员会谈后 对记者说 朝核问题有关各方对于争取朝鲜 重返六方会谈的立场没有改变 但是最终是否重返会谈 还要由朝鲜自己决定 在当前条件下 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采取相应措施 向朝鲜方面施压 坎贝尔当天早期时候 在抵达首尔市已经强调 在目前的情况下 如果朝鲜愿意放弃在核问题上的野心 美方愿意与朝鲜进行会谈 他还表示 美方正在与朝核问题其他各方 就接下来将采取的外交措施进行积极磋商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的最新数据 今年5月份 中国增持美国国债380亿美元 至此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额 首度突破8000亿美元 达到8015亿美元 专家普遍认为 美国国债虽然面临着美元贬值的压力 但是由于他拥有其他资产很难比拟的市场容量和流动性 因此目前依然是比较安全的投资渠道 日本政府重要经济决策部门 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日前决定 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 着力解决就业 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以推动日本经济复苏 日本经济和财政政策担当大臣林方正表示 失业人数大幅增加 将拖累消费与投资 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 日本总务省6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济节调整后 今年5月日本的失业率为5.2% 创6年来的新高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今年英国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职业服务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 今年将会有4万名英国毕业生 在离校后半年内仍然找不到工作 今年英国约业生 数据显示 今年英国招聘的工作岗位数量 比往年大约下降了24.9% 其中减少工作岗位最多的行业包括 投资银行IT建筑业和工程业 这些领域的岗位减少数量都超过了40% 好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稍后您将看到 台军方惊爆士兵光天化日下情急吻泻的丑闻 蓝绿民意大方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 对于我们节目当中连续报道的上海轨道交通8号线 南沿身段手机信号差的问题 相关部门表示昨天完成调试 那么目前8号线南沿身段的手机信号到底如何呢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下午记者来到8号线南沿身段进行了实地调查 大部分市民表示 中国移动的通讯信号基本顺畅 曾经一度消失的联通和电信的信号也已经重新开通 不过重新开通的信号却并不十分稳定 在城山路站上 谢先生的联通手机虽然显示信号满格 但拨打记者的手机时却没有任何呼叫 此外一些移动用户也表示 在地铁行进以及开关列车门时 也比较容易突然造成盲区 信号是有的 可是就是听不到说话 就是开门的时候我怎么醒了 只有车来以后就已经醒了了 换养四个的罗民室吧 据了解 上海轨道交通8号线移动通信信号不畅 是因为地铁和电讯运营商在进场费上谈不拢 今天的信号问题虽然已经部分解决 但双方就费用问题进行的谈判还没有结束 在上海 一名年轻女子在网上的所谓专业人士的怂恿下 办了近百张信用卡 仪卡洋卡三年当中竟然欠下了百万元的巨额债务 她的父母不得不卖房替她还债 在商场服装专柜工作的小陈和许多爱美女孩一样 喜欢鲜亮衣服和时尚生活 在手头捉襟见肘时 小陈办了多张信用卡 开始了以卡洋卡的透支生活 之后在网上某些所谓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小陈的信用卡滚雪求般的达到了近百张 由所谓的专业人士操作 拆东墙补西墙 就这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她的债务也滚雪求般的达到百万之巨 小陈后悔莫及还面临法律的制裁 最终小陈的父母不得不拿出全部积蓄 又卖了市中心的住房 举家搬迁到了远郊 才还清了百万债务 视线转向台湾 台湾军方最近是麻烦不断 我们之前的战机坠海事件 现在又传出了军中士兵 光天化日之下集体猥亵的丑闻 这在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蓝绿阵营的民意代表都痛批 这样的事情有伤风化 令人气愤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是去年台湾中部某干军班 两名穿着迷彩服的士兵 进行户外体操客 前人当众做出猥亵动作 尺度太宽 画面实在是无法入目